我妈妈养的狗叫南瓜,它非常温和可爱,它有宠物证明,这样就可以带着它在美国出入任何公共场所。 在它失去一条腿之前,它受训成为了PTSD病人的服务犬。 在它12年的生涯里,我从没见过它凶任何人,它从来不会对人叫或者咬人,它没有嗅觉,所以爱着所有的动物和人类。 作为一只六十帮众的小猎犬,它真的算是温柔的巨人了。 它极少对着什么东西吠叫,或表现得有攻击性,我只见过一次。 那时我11岁,和两岁的弟弟,六岁的妹妹在家里,继父去上班了,我妈妈到家要站去买东西,那里距离家三公里远。 我们住在树林里的一个两居室的活动房屋里,当时是位于一条死路上,要想沿着路找到我们家,你得花好大一番功夫,才能穿过七拐八绕的车道找到大门。 我当时正坐在电脑前,开心地看着油管上的视频,突然家里所有的狗,包括两条波士顿猎犬和一只吉娃娃都起身叫了几声,在走廊搜寻起来。 当时我的弟弟妹妹正在走廊另一头的卧室里小睡,所以我还以为是他们闹出的动静吓到了狗。 但紧接着,南瓜突然坐起来站在了沙发上,然后挺起了胸膛。 他竖起耳朵,炸了毛,尾巴也竖了起来,接着他叫了起来,叫得很响。 他的叫声在客厅响起,还产生了回声,然后突然之间,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冲进了走廊。 我开始紧张起来了,因为我好像从来没听他这样叫过。 他的叫声有点像狼嚎,但这一次是响亮的警告的废叫。 我站起身朝走廊里看去,做好了反抗的准备。 根据狗哥们的表现来看,我以为家里见了贼,可能就站在走廊上。 但紧接着,我听到了敲门声,因为我们家的位置太复杂了,所以从来都没有访客。 11岁的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,会出现的人就只有家人,而他们是不会敲门的。 于是我慢慢地朝门口走去,敲门声引起了狗的注意。 他们沿着走廊跑了回来,只有南瓜没这么做。 有三只叫嚷着的狗跟我一起待在屋子里,这让我感觉好多了,哪怕他们个头很小。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,看到外面站着一个可疑的男人。 我现在对他的样貌还记忆犹新。 那是一个非常瘦,长得很高的男性,长着黑色的头发和凹陷的脸颊。 眼睛下面有眼带,头发乱糟糟的,看着像是随便梳了一下。 他看上去有点过于瘦弱,单薄。 衣服也很奇怪,这衣服是挺好的,但是,他穿着干净的,看上去很新的T恤和新的牛仔裤,外面却穿了一件西装外套。 而且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深色的,尽管当时美国德州是夏天,气温已经有37度了。 他手上还拿着个普通的,没有标签的瓶子,看上去标签是被胶带遮住了。 因为完全不认识这个男的,我疑惑地看着他,问他要干什么。 他朝我笑了笑,笑得很假,就是那种夸张作作的笑容。 然后他用推销的语调说,嘿,年轻人,我在卖这个地毯清洁剂。 他朝我晃了晃那个瓶子,我能不能进来跟你展示一下,它有多好用。 我瞬间警惕了起来,因为他看上去特别不对劲。 他没有问我家长在不在家,这一点很令人不安,因为他很可能本来就知道我父母都不在这儿。 这也正是他出现的理由,我应该让他离开的,我应该要立刻告诉我妈妈的。 但我没有这么做,我只是摇了摇头说,不,我们家没有地毯。 没关系,其他东西上也可以用。 他朝门里迈了一大步,又向我晃了晃那个瓶子,我开始慌张起来,想把门关上。 但事情是这样的,我家大门都没有锁,因为位置很难找,所以我们觉得根本不需要锁门。 我有预感接下来会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,我吓坏了。 正当我努力地想着应该如何自救的时候,突然之间,我注意到南瓜低伏着身子从走廊过来了。 他刺着牙齿,把身体贴向地面,如同野生动物一般咆哮着,口水从他嘴角滴下来,耳朵怂了着,随时准备扑上去。 那个家伙也听到了,我向南瓜看过去的时候,他正试着从我身边冲过去,我勉强用腿挡住了他,而他在试着躲过我去攻击这个男的。 他吓坏了,一个字也没说,从门口跑开,停在了车道上。 我把南瓜和其他狗放出去,他们开始追那个男的。 我们家的小狗追着他跑到车道上,然后中途停了下来,又叫又跳。 而南瓜就只停在了门口,竖着耳朵盯着他看,远远地望着他,直到他消失在视野里。 那个男人跑到大路上的时候,我看到有人跟他一起跑走了。 他一消失,难怪的状态立马就改变了,又变回了我所熟知的可爱的狗狗。 没有吠叫或咆哮,只是躺在地上,不过嘴巴和喉咙里还有口水。 我想到弟弟妹妹还在卧室,于是立马跑过去查看他们的情况。 回到卧室时,发现他们都还在熟睡,但是卧室窗户大开着,窗帘都被拉到一边, 窗边梳妆台上的东西都被推到了旁边,这肯定是有人试图想从窗户爬进来。 我推测是这样的,从沙发上可以看到卧室的窗户,而南瓜当时就在沙发上睡觉。 所以我想,是有人试图从窗户爬进来,然后南瓜过去把他们吓跑了。 而门口那个男的只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,他们绝对没料到南瓜这一只大狗的出现。 因为通常情况下,他都跟我妈妈一起待在房子里,不像我们的小狗那样经常出现在公众事业里。 我妈妈知道这件事后,立马把我们都送去了阿姨家。 自那之后,我们家的门都安上了门锁。 即使有人在家的情况下,我们也会把门窗锁好,也不会随便再给陌生人开门了。 当时是1991年,我在美国上高中,经常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。 我朗读课本,然后为有视力障碍的同学录音,也为聋哑同学做手语翻译,并为有认知障碍的同学提供帮助。 就是在这些志愿者工作中,我认识了T。 T患有相当严重的脑瘫,使用电动轮椅,并且视力受损。 一开始我帮他读课文,后来很快发现他其实没什么朋友,因为当时大多正常的孩子都会躲着那些残疾的孩子,而且很多残疾学生会被欺负。 很快,我开始陪T去上课,好帮他躲过那些混蛋。 尤其大家知道,他把一些用于治疗严重慢性疼痛的马肥药片放在轮椅后面的包里后,就更加猖狂了。 有的男生开始试图偷药,甚至还对T使用暴力,因为T几乎全忙,他根本认不出袭击他的混蛋是谁。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的话,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。 我很为他感到难过,他家住在城外很远的地方,当地的公共汽车到不了那里,所以他也没什么朋友。 每个周末和假期,我们其他人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,他都被困在家里。 于是我开始和他交朋友,给了他我家的电话,这样他周末的时候,至少还能找我聊聊天。 接下来的几年里,这变成了一种扭曲变味的友谊。 如果我和其他朋友约会,他就会抱怨说他没有别的朋友了,说他多么沮丧,多么想自杀。 每次我和其他朋友有约时,他似乎总能知道,这真的很奇怪。 反正如果我想和朋友们出去,他就会知道,然后打电话给我,让我因为内疚而放朋友们鸽子,并者继续和他通电话。 但我一直想不通他是怎么知道的。 当时我是一个自闭症患者,社交对我来说本就困难,我还掉进了这种操纵的陷阱里。 替我感到内疚,因此我只能取消和我真正的朋友的约会,以便和他继续包电话周。 可我当时其实根本不喜欢聊这么长时间的电话。 我其他的朋友们和我妈妈曾试图提醒我,说他支配我的时间并操纵我的行为是不对的。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会对朋友做的事情,但我觉得自己必须在其他人面前为他辩护,因为他没有其他人了。 我发现他让我精疲力尽,而且当时我本身也有心理健康问题,但我还是保持了沉默,从不谈起自己日益增多的焦虑、抑郁。 我不想被误认为是T那样的人,每当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,他就会提起自己所受的虐待。 我真的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他编造出来的,因为每一次讲起的时候,细节都不一样。 我没有把自己的绝望和沮丧告诉任何人,并隐瞒了我伤害自己的事实。 现在回想起来,我当时真的需要帮助,但我却一直保守了这个秘密。 后来他搬进了当地一个残疾人福利院,这个福利院是为需要住入穿衣、洗澡、做饭等帮助的人提供的。 然后他住到了我所在的镇上,我无处可逃了,我和任何人一起做任何事都会被他发现,然后他会让我感到内疚,还会经常对我说, 你就像其他人一样根本不关心我,我真想自杀,没人想和我一起,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 类似这样的话。 后来,如果他打电话到我家里,我的父母总会说我不在家,哪怕我其实在家。 他们会找到各种借口,比如我在上钢琴课或是花样滑冰课,又或者说我在当地一家餐馆工作。 如果接到替电话的是我妈妈,她会试图对我妈妈顾忌重施,幸好我妈妈在保持距离方面比我做得好得多。 她只会合体聊几分钟,然后找个礼貌的借口挂断电话。 之后我终于毕业了,我选择了一所离家三小时车程的大学,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想避开替,她没法到我的新城市来。 我房间所在的大楼轮椅也是无法进入的,而且还有长途花费的问题。 由于我离家在外难以接近,替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吸引我妈妈的注意,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好几次电话。 正因如此,我父母终于办理了来电显示和语音信箱功能,这样当T打来电话时,他们就能分辨出来,然后选择不接听了。 几年过去了,大学毕业后我回了家,并开始在当地医院工作。 那时候有了脸书,我注册了个账号,以便和住在全国各地的家人朋友保持联系。 我好多年没想起过T了,但接着,她发来了好友请求,我的感受又跟高中一样被纠缠了。 后来我拉黑了她,于是她开始伪造个人资料来联系我,最后我不得已把账号也注销了。 距离她最后一次联系我,已经过去大约十年了,她现在也没法联系我,因为我在线上一律不用真名。 对于给别人电话号码这件事也很谨慎,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,但我真希望她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交友方式。 真正拥有不需要操控,也能和她一起出去玩的朋友。